我們今天要把我們的腳步放在我們中部地區很著名的小雲山莊 特別為您邀請到文史工作者陳士賢陳老師來跟大家聊一聊 之前我們在摘星山莊的時候已經有提到小雲山莊了 小雲山莊這個名字也是好豐雅好文藝喔感覺就是很浪漫耶 是啊你看那個一百四五十年前人家蓋的別墅是多麼取得那麼優雅的名稱 他們就是取那個小環老屋三分水雲戶名山萬卷書 所以就是長頭詩那種概念 你看第一個字就是小還有雲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萬卷書啊這個家族他們是書相思家 所以他們藏書是很重要的一個空間 有一個叫小雲宣 這個深宅大院曾經是全台灣藏書最豐富的私人圖書館呢 環境優雅有中國古典建築之美 尤其是山莊的門樓更是別具特色 所以他們一開始為什麼是誰然後他蓋了這一座小雲山莊 這個是他們這個旅家小雲山莊的主人姓旅雙口旅 他們十一四祖的時候在清乾隆年間就來到了台灣開墾 所以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就是從大陸的那個備份排下來 那一直到了所以慢慢的墊下他們的經濟基礎之後 在第十五四有一個叫呂秉男這一個人 他們家族的這一個人他就選擇了 神鋼這個地方就新建了這個小雲山莊 安良他的母親 然後他的這一房就在這裡開支三年 小雲山莊的主人呂秉男就是文藝書院的創辦人 呂秉男是神鋼當地的士臣也是清代的舉人 他在清童治五年也就是西元1866年 新建了小雲山莊 小雲山莊齁其實有機會不要只是看這個洋宅的建築 對 你想這個主人生前那麼有錢 所以人不在了之後結果在日治時期那些墳墓的石雕 青斗石雕 雕刻非常的精彩 他沒有被破壞嘛 沒有被破壞而且還保留著 那你想啊他是一個書鄉門帝 所以他跟台灣中部很多的這個詩人文人 有在交流 所以他們的墳墓的墓墓墓的墓搜上面 就有很多的這個文人給他們的那些書法墨寶 然後請石雕似乎把它刻在墳墓上面 就感覺就跟一般的那種墓地會比較不太一樣 對 充滿了那種文人風範的那種感覺 而且還接受到了當時的西洋裝飾的語彙 所以他們有一個墳墓上面進來還可以看到小天使 那不是有點那種基督教的那種感覺 不一定 對 那有小天使的裝飾 上面還寫一個英文字啊寫R R 因為雙口呂 呂先生叫做肉桑 所以他就寫一個R 這棟保存的相當完好的古蹟建築 處處都顯示出講究文風教化的用心和氣質 在日治時期 小雲山莊裡也興建了一些日式的庭園和洋樓 東西文化相應 呈現出另一種綜合式的山莊、庭園風貌 也反映出了台灣大時代變遷的歷史 本身來講的話 這時代這樣進展呢 這麼多年來講的話 就旅家人就一直都住在這裡嘛 他們難道沒有想說 欸我們其實可以賣一賣啊 然後在房地產興盛的年代啊 然後什麼股票上萬年的時候 這裡賣一賣我們再去買那個高樓大廈啊 還好旅家並沒有 所以表示旅家的目前的後代的環境都還相當不錯 所以祖先留下來的這個產業 他們也有這樣子的榮耀 願意去把它做一個保存 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保存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過什麼波折啊 是 這個是發生在民國87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如果到了小雲山莊 我們發現小雲山莊前面有一條小路 那條小路是要連接現在的崇德路 崇德路 那可是車輛當時 車輛經過的時候是非常多的 但是路又小 所以當時政府竟然準備要拆 小雲山莊日治時期的建築 拓寬馬路 他可以拆另外一側啊 是 所以他應該可以 你看台灣在那個年代 竟然是為了開一條馬路去拆古蹟 太不可思議嘛 所以小雲山莊的後代 他們就希望極力的能夠保留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站在 小雲山莊的主人的立場 對 來對抗政府 來跟他做反應 所以當時我們也參與了 當時小雲山莊有一個 他們的女兒是呂立聰小姐 他就回來捍衛他們的這個老家的完整性 當時我們也參與了他們這一次的保存事件 找記者來啊 告訴政府 文化資產要完整的去保留 你開馬路可以開旁邊 對啊 對所以後來也 也協調好了 當年的台中縣政府就另外折地 開的這條路就是山色東路 各位現在到了小雲山莊前面有一條路叫 一二三的山 社會的山色東路 就是改到的 另外再開的 然後就保留了小雲山莊的完整性 就稍微繞一下嘛 就像現在其實有很多建廠 他也開始著重到那種 土地與人文的概念 可能這個土地他買了 但有一棵大樹 他可能就依著這個大樹來開那個設計圖 而不是說像以前就是啊大樹把它殘走 因為有些東西你一旦移走了 這個產品了 它就再也回不來了 是的 就算你在重建 你說哎呀我拿照片重蓋一個 它也不是原來的那個小雲山莊了 對 所以政府開路 但是呢差一點把這個小雲山莊 就是把它一邊就把它採破了 好險沒有拆呢 好險 那這個就是因為主人 主人他有那樣子願意為 他們祖先留下來的這個文化資產做保存 但是他們的畢竟他們的聲音太剝弱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在他們的立場 做文化資產的維護 神崗區長劉文軒針對區域發展進行簡報 並帶來建設的喜訊 設定古蹟小雲山莊前方15米道路 等待10年接班取值工程終於動工 而在教育方面神崗高工將改制成完全中學 並積極找地要興建親子館 為下一代的學習環建來做根源 小雲山莊它是我們台灣十大名人古厝之一 那麼這個山莊它目前保守的建築藝術 還有它的焦紫桃的作品 是台灣民展裡面最早的 所以小雲山莊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 小環老屋三分水雲戶民山萬卷書 所以小雲山莊它在台灣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長書的空間